因為這邊沒有Uber跟UberEat 所以最好是可以 然後我們第一次要在當地使用Google Map來找 之後就已經找不到了 大家好 我是寶 我們前幾支富士河口湖艇系列的影片 大家看過了嗎? 今天分享的比較主要是跟行程安排有關的資訊 因為有許多事情都是到當地之後才比較了解狀況 所以希望藉著這支影片呢 對於正在安排要去富士山旅遊的朋友呢有點幫助 首先呢就要講到玩的區域了 其實當初就是看了好幾支別的部落客去玩的照片影片啊就決定要來 但是呢實際做功課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地區有好幾個車站 雖然在照片上面看起來就是都好像差不多 但是這些地點其實都差了好幾公里遠 那我們這次主要玩的區域呢 就是在河口湖車站附近的區域 跟夏吉田車站附近的區域 那河口湖站的附近景點就是天空鳥居啦 還有河口湖旁邊的纜車上面有天上山公園跟天空秋千 那夏吉田站就是可以看到 中陵塔跟富士山一起合照的這個照片嘛 的那個景點啦 那還有最近很紅的懷舊豐富士山商店街那邊嘛 那如果大家呢是想要從東京來一日遊 然後就回去的話呢也可以只挑一個車站玩就好 那接下來的話大家一定會從住宿開始考量嘛 但這個區域畢竟不是像東京那樣子的大都市 所以其實有許多路在晚上其實對行人來說並不是那麼的友善 譬如說很黑沒有路燈啊 或是很多地方沒有人行步道 會要走在車道的邊邊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要考慮的點就是 要不要租車 那如果有租車的話當然它在什麼地點就比較沒有什麼限制 但是如果沒有選擇租車跟我們這一次一樣 那建議就是在住的那個地方最好是要比較靠近公車站或是火車站 尤其比較推薦住在火車站附近 因為那附近算是比較熱鬧 便利商店啊吃的餐廳離的比較近 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邊沒有Uber跟UberEats 就是會沒有到那麼方便 所以最好是可以住離餐廳稍微近一點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次的那個漂亮的山景民宿呢 是位於這個區域 但是呢因為都沒有租車 所以晚上呢要去便利商店或是吃飯 其實都還蠻不方便的 再加上那時候我們算是冬天去吧 就有一點天都暗的很早這樣子 光是要走去公車站火車站 就是差不多要摸黑走個10分鐘 那剛剛有講到要最好是離公車火車站近一點嘛 所以接下來就要講到當地交通的部分 我想說的是這部分依賴Google Map 一點都不準 因為我們這一次沒租車嘛 所以大部分的行動就是要靠公車或火車這樣子 公共的交通工具 然後我們第一次要在當地使用Google Map 來找公車站牌的時候就已經找不到了 而且那邊的觀光公車就是在地公車呢 不是用號碼分的而是用顏色分的 那目前的在地公車地圖呢是長這樣 這張圖呢是2023年在1月跟2月中間 火車站外面拍的這張公車圖 有分紅線藍線還有其他不同顏色的線 然後就是都去到不同的區域這樣子 那我們在河口湖挺想要去的景點 大部分都是做紅線就可以到達了 所以這次是沒有做到其他的線 那其他線呢有去譬如說西湖啊 或是一些其他在更遠一點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是沒有特別買什麼票或是卡 就是帶了現金就上車了這樣子 那最後不免俗的就是要來講一下 要怎麼樣從東京去到河口湖看富士山 我們這次呢是直接從東京的新宿站 做富士回遊 Fuji Excursion 到河口湖車站 我們這一次呢是在台灣的時候就先網路訂票 然後呢在搭車前一天的時候去 新宿站把票給拿了 然後呢當天就直接拿了票進站這樣子 我們這次搭乘的是富士回遊 從新宿到河口湖站的這個卷 那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不過還是再講一下 一個人呢會拿到這兩張東西 一個是乘車卷 然後呢另外一個是特輯卷 乘車卷的就是要刷卡進來的那個地方 然後你把票卡插進去的 只是用來乘車用 但是呢這個特輯卷是 如果等一下會有查票員來的時候呢 你要給他這個特輯卷給他查票 然後上面會有那個座位跟 你是哪一個車廂的 那你看像乘車卷這個就沒有 那因為搭的人很多 所以這部分是建議最好 都是可以透過網路事先先訂好來回 避免當天會買不到 因為我們在河口湖的最後一天 原本是想要換票 換找一班車回去的 但是呢那個售票衝口說 他們的車子都是全滿的 所以完全沒有座位可以讓我們再換錢一班 所以呢是還蠻多人搭的 這部分要先訂好比較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雖然是搭到河口湖車站 但是其實在進入這個富士山的區域之後呢 也有蠻多人是在其他車站下車的 比如說夏吉田車站或是富士山站 因為每個站都有不同的景點嘛 就是看個人的行程安排 就是你比較想要去哪個站的景點 比較想要住哪裡的話 就是大家就會在那一站下車這樣子 那另外比較容易搞錯的火車路線呢 是富士急行線 富士急行線是富士山附近地區 地區性的火車 不是跨區域的高鐵喔 不是 那像我們這一次呢 主要是住在河口湖車站旁邊的區域 但是呢中間又有排了一天 是要去夏吉田車站附近玩的 那這個時候搭的火車呢就是這個富士急行線啦 就是從河口湖車站搭到夏吉田車站 那這個車票呢就是可以 要搭的時候當天在售票機那邊買普通車票就OK了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去富士山的旅程之中 各種安排行程的細節資訊啦 那這是我第一次拍這樣子的影片啦 那不知道對大家來說有沒有幫助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這裡面的資訊呢 都是我親身經歷在整理出來拍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影片有用有用心 想要給我支持的話 歡迎幫我點個讚 那也歡迎在底下補充 你們覺得我沒有講到的行程安排細節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5件事情 感谢观看